Hello大家好,我是波子 最近我测试了一款很多电影镜头玩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产品 1999元的原美道LIDAR 准确来说,它的产品名应该叫原美道LIF-L3 Smart Mini 这个名字真的非常长,很不好记 我还是叫它原美道LIDAR吧 它是一款带有自动对焦辅助功能的无线跟焦器 能够让你的电影镜头和手动镜头实现自动对焦 跟大疆的IS3 Pro上的DJI LIDAR是类似的 但体验上会有一些些的区别 那经过我这段时间的实拍测试 我得出的结论就是 它确实能够在官方宣传的5米内 无前景遮挡的环境下完成可用的自动跟焦拍摄 比较适合有计划的短片拍摄 原美道BDMovie其实是我们国内的一家 专门设计制造无线跟焦器的厂家 那随着视频市场的逐渐庞大 我们国产厂家也推出了非常多的电影镜头 比如说非常好看的斯瑞的夜行者系列 性价比又很高 我也在问他们能不能借给我试一试 那越来越多的视频爱好者开始尝试用电影镜头去拍摄短片 但手动对焦对于单兵玩家来说还是比较吃力的 那在之前我们想要自动对焦就只能购买一套DJI S3 Pro和DJI LiDAR 价格就比较贵 体积也比较庞大 单独使用LiDAR的话又不能实现手动切换对焦点 或者切换手动对焦 于是原美道就推出了这样的一款产品 他们将激光雷达集成到了更焦电机上 通过激光雷达向前扫描去测距 然后驱动更焦电机完成自动对焦 那在使用之前你需要先将更加电机装到你的机身上 我推荐大家最好还是要上相机的兔龙 虽然原美道的包装里面有一个冷靴安装的配件 不过那样装的话是不太稳的 那按照厂家的说法 激光雷达的安装要尽可能的贴近镜头的中轴线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扫描效果 所以我就装到了镜头的正上方 然后安装完毕 初次使用装上电池 你需要先长按按钮校准一下电影镜头的对焦行程 然后下一步就是对镜头进行标定 原美道LIDAR的标定过程对比DJI LIDAR要稍微麻烦一点儿 你需要先把原美道的对焦辅助卡打印出来 贴到室内的一面墙上 然后先在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的位置先对上焦 然后按一下按钮打上第一个标定点 然后再后退0.6米对上焦打上第二个标定点 这个距离其实不太好控制啊 我个人觉得就是后退一大步就是差不多0.6米了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后退1.5米 也就是后退三步的距离 然后再操作镜头对上焦打上第三个标定点 那这样整个镜头的标定就完成了 你可以在5米内前后移动一下去测试一下能否对上焦 如果能对上的话那就说明标定是没问题的 是不是感觉有些麻烦呢 我也问过原美道厂家 因为他们有大量的电影镜头的数据 我问后续能不能通过手机的APP来导入镜头的标定数据 他们说有在考虑有这种可能 原美道LIDAR能够最多记录5支镜头的标定数据 并且他们是通过不同的颜色的指示灯来做标记的 所以他们的包装里面也附赠了不同颜色的贴纸 方便我们给镜头做上标记 但我想要吐槽的就是原美道的这个指示灯啊 它是面向前面的 那我们摄影师在相机后面是完全看不到指示灯的 所以我的5支镜头的标定过程都是盲超 完全不知道是标定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我都是一整遍标定完之后测试了对焦精准度 才知道结果的 就这种交货真的很蛋疼啊 你下一代能不能把这个指示灯放在后面 或者加一点提示音效也可以啊 OK那电影镜头标定完成之后 原美道LIDAR就自动进入了自动对焦模式 这里我测试了5支电影镜头的自动更加效果 分别是七工匠的12毫米T2.9超35画幅的电影镜头 Duelance 31毫米T2.4 Duelance 58毫米T2.4 还有七工匠85毫米T2 以及一颗自热的85毫米T2.9 1.8倍的变形换药幕镜头 具体的画面大家看画面左上角的文字标记就可以了 那测试的项目包括手持跟拍接舞Solo 上稳定器跟拍接舞Solo 包含各种推拉运镜环绕运镜等等 还有DG位跟拍 侧向正向各种方向的跟拍等等 得出的结论就是 在没有前景遮挡的5米的环境内 它确实可以达到完全可用的自动对焦效果 你看就算是这种手指在镜头前面的画面 它也是能跟上焦的 但是原美道LIDAR的方案跟DJI LIDAR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原美道LIDAR只有一个负责测距的激光雷达 所以它的对焦是一直都在寻找最靠近镜头的物体 不管是什么物体 它都是对最近的物体 比如说这条互退跟拍的素材 当树叶进入到LIDAR的扫描范围内 它就会立马对焦上去 那主体人物就会失去焦点 当人物再次变成最靠近LIDAR的物体时 它又会对上人物 那这段我举起手机的素材也是同样的道理 永远都是对最前面的物体 有一点点像索尼GVE-1的商品展示功能 但DJI LIDAR就不会这样子 DJI LIDAR上面除了有激光雷达 还有一颗摄像头 那这颗摄像头捕获到人脸之后 它是会进行物体识别的 默认开启的就是广域加人脸跟谁的对焦方案 所以大将是对焦加测距的对焦方案 那这样能够保证焦点锁定在人体身上 有多个人物出现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波轮来切换对焦的人物 但缺点就是很大的一坨 加上稳定器之后比较大比较重 另外就是这一整套下来 官方价格要9998元 一些预算比较低的射手会觉得比较贵 OK我们再继续聊原美道LIDAR 原美道官方宣称的最远对焦距离是5米 那在我测试的5颗镜头里面有两颗是85毫米的焦段 那用这两颗镜头跟拍人物的话 是有一定的跟焦失败率的 因为85毫米比较远 所以如果你跟拍的时候做了一些拉远的动作的话 那跑出了5米的LIDAR扫描范围 它就会虚焦 所以85毫米的话还是有些吃力 可能你就得切到手动对焦了 所以评论区的那位问我能不能用它自动对焦拍汽车的小伙伴 我觉得是不能的 那车拍一般都不会贴5米那么近来跟拍吧 车拍你还是得用它的手动跟焦功能 那除此之外 我用12毫米的超35镜头 还有Dolence的31毫米 58毫米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要在拍摄的时候 不要让主体跑到画面边缘的位置就可以了 跑到非常边缘的位置的话 我18毫米拍摄也是有概率会需的 拍摄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那远美到LIDAR的自动追焦速度是有快中慢三个档位的 连续按五下按钮的话可以切换追焦速度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快档位下的自动追焦速度 然后这是中档位下的自动追焦速度 最后是慢档位下的自动追焦速度 你可以感受一下之间的区别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用快档位 那喜欢播客和播客视频的射手们 记得点赞关注还有大家的转发 那在测试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一些使用上的痛点 由于远美到的激光雷达是集成到更加电机上面的 那在保证LIDAR的扫描效果的基础上 它就势必会很靠近镜头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遮光斗系统的话 那就会挡住LIDAR的视线 也就是自动对焦就不能用了 包括我在松下S51一代上 如果我装上了Freeware KR这套ND滤镜系统 LIDAR也会被遮挡导致无法自动对焦 但在S5M2上它的军舰头比较高嘛 所以这样安装实测LIDAR是可以自动对焦的 这是我个人觉得除了前面吐槽的指示灯问题以外 另外的一大问题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不那么大的ND聚镜系统 比如说气功降的这个就不会遮挡 但遮光斗的话就还是不太能用 其实你用DJI LIDAR的话也是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不过DJI LIDAR是分体式的设计 你可以想办法把LIDAR装到遮光斗上面 也基本可以解决 那原美到LIDAR是由这样的一块电池来供电的 官方宣称能够达到6到8小时的续航 反正我那天出去拍摄的话 从下午拍到晚上都没有用完电池 DJI LIDAR的话它是用IS3 Pro的电池的 上了LIDAR之后IS3 Pro的续航会从12小时缩短到3小时以内 所以用DJI LIDAR拍摄我都会带上两个IS3 Pro的电池 就一个这么小一个这么大 那续航还差那么远 DJI LIDAR的功耗和发热还是比较厉害一些的 OK那也有评论问我 它的AF和NF切换起来能不能做到很顺滑 我用下来觉得并不是很顺滑 它在自动对焦的时候 只要你拧动跟焦器超过20%的行程 那它就会瞬间切到手动对焦 但因为你转动了20%的行程嘛 所以它会猛的转一下 并不太舒服啊 那手动切自动的话 你需要先拧到行程的末端 然后静置5秒 它就会自动进入自动对焦模式 不过实际使用的时候 我发现手动和自动并不会切换的很频繁 因为如果自动对不上焦 切成手动之后 那肯定是拍完一整条 换了一个场景之后才会再切自动 并不是频繁的切来切去 所以也还好 所以测试下来就是我开头说到的结论 它始终是一款无线跟焦器 自动对焦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辅助功能 它在一定的条件下 确实能够帮你大忙完成电影镜头的自动对焦 但如果你要完全取代跟焦源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它的体积很小 重量很轻 续航也很好 手自一体1999元的价格 对比DJI LIDAR确实有一定的优势 当然也有一些劣势 前面我也有提到 我个人现在还是蛮喜欢这款无线跟焦器的 特别是这个小型跟焦器 它上面自带了一个四分之一螺丝 你可以把它装到你的兔龙的各个地方 或者是装到稳定器上面也是可以的 它的跟焦形成是180度 那装在手柄上你可以用手指波动来控制跟焦 这个行程还是很舒服的 那如果你不是单兵作战 你要帮别人手动对焦的话 你可以把它装到大轮子套件上面 那这样拧动起来就会更加舒服 很棒的一个设计啊 我很喜欢 那它的无线跟焦功能网上也有过很多的评测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找来看一看 我就不再赘述了 那总的来说我觉得远美到LIDAR 最远只有5米的对焦距离 虽然不是很完美 但在这个价位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 远美到LIDAR的出现对于影视行业来说也确实是一大好事 现在的电影镜头玩家们真的非常幸福啊 有这么多好的镜头和辅助工具能够帮你完成拍摄 那接下来比拼的就更多的是创意和策划了 那对远美到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到他们的官网和频道里去了解一下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